目前大陆又有更多的动作了 再次的出手做了什么呢 今天其实也让大家非常关注的 就是这条航线的问题 大陆迷洋局宣布从2月1号起 要取消M503航线从北向南飞行偏制 后续要启用与M503衔接的W122 还有123航线由西向东运行 这代表什么呢 以后M503航线会更贴近海峡中线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张地图 其实我们来仔细看台湾在这边 大陆在这里 那我们看到像福州是在这个位置 马祖在这 那么刚刚才讲的M503 其实就是这一条 粉红色的这一条线 那海峡中线是白色的这一条 那当我们看到刚刚所说到的W122跟W123 一边这个是福州一边是厦门 那大使这个现在讲说可以由西往东运行 由西往东运行 要再一次的来启动 那这个代表什么呢 对于交通部啊 国防部啊 现在都认为说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片面在改变 这是对我们的什么 是一种压力 是在施压台湾 交通部民航局还说 中方这样的措施 让我们深感遗憾严重抗议 而国防部则说 这是单方面蛮横的做法 很容易导致紧张的局势升高 所以要北京当局负起责任来 即刻停止这样的做法 那当然更不用讲 陆委会一定是表达严正的抗议 以及强烈的不满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看这件事情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 格外的像民进党政府所讲的 要多加的警惕 或者是其实就成如 大陆的国台办发言人所说的 这个就是要缓解 有关于航班的增长的压力而已啊 好像有点大惊小怪吗 大使 其实这个503M503 它基本上还是在海峡中线偏西侧了 对那就是还是尊重海峡中线 这个原则嘛比军机客气很多啦 对军机现在已经没有什么 中线原则收掉了嘛 那它这个民航航线 那还是503还是在 而且它在上海的飞航情报区里面 那不在我们台北飞航情报区里面 那所以这个就是说 它这个航线它也得到了 事实上这个国际民航组织的认可 它报备许可 那它这个就是说 西向东西是两个航线 一个从厦门 一个从福州嘛 然后直接它当然就是说 出来不一定飞台湾 它这个航线开了 它也可能从那边可以直接飞台湾 你知道我们过去 我们到厦门 我们不是 我们没有那个直接的 就所谓的这个 这叫W122跟123 所以我们去厦门要飞 大概将近两个小时 你知道 要绕 我们要向往北绕 然后再往这边 再往南下去 北进入大陆 你从大陆这样下去 我们不能直接飞过去 其实我们过去 如果飞金门的话 不到40分钟 可是因为厦门这航线 没有这个M12 W122 W122 那就花了很多时间 所以这个对民航来讲 这条123是厦门在这 厦门这个地方 是的 对上面是福州嘛 福州接503 是的 对所以这两条航线 是民用航空啦 那会不会对什么 军事的部分 有产生什么 不利的 其实我们的好朋友张静 中华战略研究院的 这个研究员他写的篇文章 他就认为不会 他说这个过去 这个这条台海中间的 民航班次非常的密集 不只是我们两岸的航空公司 在飞 韩航日航全部都在飞 你看这个非常忙碌的航线 从来没有因为航线 民航机的话 影响到我们对大陆军机的起降 还有它的情报收集的影响 没有从来没有影响过 那现在他开了两个航线 我们就认为我们对将来的 大陆军机的行动 我们就会产生怎么样 会产生延迟吗 还是他说认为不会 他说我们军方的 这个情收侦查 你没有那么差 所以他觉得既然这个都是 已经就是世界民航组织 已经合可的航线 我们站这个角度上去抗议的话 事实上 那人家会觉得我们 有一点故意生事的感觉 那另外这个是海峡 如果今天他这个航线 画在哪里 画在海峡中线 以东 那我觉得就蔡英文他们 可能还有更有说辞 那问题就变成就是他在以西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这个唯一的 我觉得民间党政府认为说 你在那边划航线 事先怎么没跟我商量 就是这一点 而且我觉得陆委会那个 说要保留这个相对的措施 那措施非常的强硬 那我不晓得他要采取 什么样的一种相对应的 不友好的措施 那是怎么样 是停两岸的扳机吗 对啊 会不会做这些呢 还是说将来这个 我们的国航 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华航长龙不能飞 这个W122跟123 那人家东航可以飞的话 这个中国民航可以飞的话 谁要去花一个小时 飞到厦门啊 对不对 那你这个长龙跟这个 华航这个班次 你就没有人会做 所以我也不晓得 民进党做这么大的这个反应 还有他用什么措施 来表达他的不满 那我是觉得是 有一点点反应过度 那原汁怎么看呢 因为我们其实看到陆委会确实有表达严认的抗议 还强烈的不满 要中方立刻停止不负责任的飞航行动 说没有经过两岸沟通 就启用这个航路 是罔顾飞安 完全不尊重台湾 而且还强调说是用民航包装 对台政治乃至军事的不当企图位 并且有改变台海现状的疑虑 现在是在怕什么 怕说现在只是民航的客机 接下来如果说真的这样子飞 飞的是军机的话 我们就无力来怎么样 无力接招吗 那政府要拿出办法吗 你不是说只是在那边发声明 说表示说什么 要沟通要沟通 你之前没有跟人家沟通 所以如果这个政府这么好做的话 那大家都可以做了 现在就是说 你到底你的沟通管道到底是什么 没有啊 没有嘛 所以这个503那个航线 其实他这样做 刚刚大使讲说 其实可能没有什么实质的危害或影响 但是关键就是 它在政治上的意义就是说 这个海峡中线就实质被取消了 所以过去两岸关系不错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有善意 所以有一些模糊地带 大家有个默契 所以有个海峡中线存在 可是当两岸 就民进党开始抗中保台 要搞对抗的时候 那没有善意 那就没有模糊空间了 没有模糊空间就是 之前讲的一些 可能海峡中线就消失了嘛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从佩洛西来台湾不是吗 当时佩洛西来台湾 民进党一直奉为说 这是一个很棒的外交突破 然后那时候对岸就宣布说 要在台湾做七个地方的环台军演 那民进党政府如果认为 抗中保台是一个好的路线 你当时应该展现出来 你对台湾的保护 我看不到 当时他只是说 有七个地方被军演 呼吁国人要趋即避凶 你不要从那边出口 不要从那边离开 你怎么会这样子叫我们 你应该保护我们 你怎么只是说叫我们避开 那具体做法是什么呢 没有 然后那时候比较荒谬的是说 那个飞弹有没有 不是经过我们的上空吗 不知道 然后是被日本公布嘛 被日本公布之后才没追认说 有不是不是那是外太空 然后结果他说 外太空不要公布是不是 又这次在选前 选前那时候卫星打到外太空 马上国家警报出来 所以你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很莫名其妙变来变去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 它其实还凸显另外一个点 就是说 其实我们以前没有想到说 中共如果说他要用 这个有人说是叫做灰色 灰色战争嘛 就是用一些手段 是 你如果跟我没有善意的话 其实我有很多工具 来对付你 那其实这个我以前没有想到 他在过去善意的时候 是可以做得到 但是现在如果没有善意 他可以这样子 他可以用这种方式来 不是胁迫或者是说 他就是不让你了 就是你以前跟我沟通 我愿意退一步 可是既然你没有善意 那我也不觉得我要退一步 他其实有很多做法 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回馈我们 那其实这对讨厌人士很不利 所以我们一直主张说 路遠慧你不要 每次只要发生事情 只会呛啊 只会呛没有用 没有用 你不尊重我们 怎么可以不先跟我们沟通呢 为什么一定要跟你 这个不友善的沟通 你要有善意嘛 你自己要善意 你一定要跟他沟通啊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没有国际组织 像这种是跟民航关系有关的 你应该要透过 国际民航组织协调 马英九时代我们有加入啊 后来我们也退出了 就是民进党害的啊 民进党害的啊 所以只会呛 然后没有具体做法 那这种政府真的没有什么用 对啊 而且事实上 对于大陆来讲 就是说合情合理啊 而且也没有不符合 国际这个规定啊 好 你看大陆国台办 发言人不就讲 是要缓解相关地区航班 增加的压力 这有利于改善 两岸航班的营运 设立跟启用M503航路 是大陆民航空域管理的 常规工作 干嘛要跟你台湾协商 今天要先跟你打声招呼的话 表示尊重你啊 但问题是 你有沒有先尊重对岸 大陆的感受如何 那没有觉得被尊重了的话 那为什么我要去尊重你 对不对 现在就是变成是这个情况了 好 那今天我们则是要回来讲 交通部还有这个民航局还说 中方的措施跟2015年 启动这个航路的时候 双方当时沟通的结果 是明显有差距的 有明显有差距的 所以呢就深感遗憾 要抗议 对啊 这个又要回到当马英九当时了 对啊 确实是如此啊 那那时候两岸关系就是比较好 所以呢 杨明 就比较能够谈嘛 现在是什么 没得谈啦 人家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而且也不是什么 不合法 一切都是合乎 规定所谓的常规来办理 杨明 我们现在的交通部去谈 2015年的状况 其实这个真的是 你知道吗 拿明朝的建展 清朝的观 为什么 怎么这样说 你还记得 2015年两岸是一个 什么样的气氛 和平的气氛 对 2015年1月他们公告这个 后来三月有做一些这个微调 为什么要微调 因为就是顾虑台湾的观感 那时候我们在义党很凶啊 那时候陈其迈你知道 他说什么吗 他说 这个是上权辱国 这条线画下去 我们海峡中间就要被占了 怎么样 如果这个木马屠城记就要来了 那时候民进党是骂很凶 就算最后调了一个 所谓的往西六海里的这个方案 那时候陈其迈是这样批评的 他那时候是立委 他说 他说这个叫做已经输到腾口 输到只剩内裤 输到脱裤了 而且输到只剩内裤 那结果那时候的民进党发言人 叫郑运鹏 那时候他说 要求行政院陆委会 一定要严厉要求对岸 好好来这个做协商 那不知道现在他们两位 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我们回顾一下 2015年那个时候发生这个事情 好 调整完 同一年的11月发生什么事情 马锡会 两岸领导人还会面了 好那当然后来政党轮替 整个两岸的关系情势改变 2018年 这条航路就已经做了初步调整了 那距离我们现在 我们再去讲海峡中线这个概念 逻辑错乱 为什么 现在海峡中线叫做吴中线 对啊 对啊 早就没有啦 飞机常常是这样飞过来的 对我们就套一句这个献哥的 嘿嘿见鬼啦 你这个海峡中线根本见鬼 每天国防部在那边讲说 有多少共机穿越中线 已经进入我们的临海领空 对不对 对不对 他都讲说最近的可能已经接近 台湾本岛已经将近24海里 早就已经跨过来了 结果你现在去说我们要这个 你这个M50M50才不对哦 你你你你 你你你你 有没有搞错哦 你应该先守护这条海峡中线吧 嗯 对不对 都守不住了 对 有什么好说的 已经没有海峡 而且是军机 每天 对 这样过咯 对 然后你现在去说 你这个民航机哦 对我们的国安造成冲击 这 我我听不懂 民进党政府在想要讲什么 波机这样讲没错啊 对啊 民航机没有越中线 你在那边叫的那么大声 然后呢 这个军机常常越中线 那你怎么不坑一声 所以其实在当初2015年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跑立法院 我们那时候就是要了解说 到底在炒什么 M503 其实很简单就是 对岸他们的民航 因为他们慢慢的 这个国内航线 越来越多人搭了 哦 那他们整个这个航班 尤其在他们的东南部 就是说 为什么南方的这个机场 准点率都比较低 就是因为第一个 航线越来越多 人口越来越密集 可是呢 受到天气呀等等的 还有包括像这种 航线限制的 这个条件很多 所以呢 他们的那个 尤其像上海 上海虽然是国际大机场 当然 可是呢 他们的准点率 比如说以2015年 才三成七 不到四成 现在应该改善很多 到了 我讲 因为这个M503 那个时候启动 到了2017年 他们已经到七成 所以你说 你说有没有帮助 有 这个对中国大陆 他们内部的 这个所谓的 民航的这个路线 这就好比说 开了一条高速公路 新的高速公路 然后呢 三个交流道 这个会上来 就是说从这个东山 这个福州 厦门 就他就有办法去舒缓 这些所谓的空运的 这个路线 那这个对中国大陆 对中国大陆的官方来说 他们这个 他认为这个叫做 本国事务 我的航空识别区里面 我爱怎么画一条 高速公路 我哪需要跟你协偿 对啊 那马政府时期 顾及两岸的人民的情感 我们愿意做一些推浪 不要让你们觉得 有这个威胁 可是民进党政府 现在 你是你民进党政府 没有在顾虑 中国大陆的心情 那我们何必去顾虑 我说这个就是说 这个你现在民进党 再去拿马政府的逻辑 完全就是一个错乱 对 因为你现在 你早就不跟马政府那一套了 你现在交通部拿2015年 拜托 你们这个民党局 你们有多久 没有跟对岸协商 我就问这个最简单的问题 应该很久了 那你要怎么会 蔡英文上台之后有吗 连路客都要来都不行了 所以我说这一些的议题 是对岸 我前面也延续着前面的 就是说在赖清德 这个选举的结果揭晓之后 对岸一步一步 不管是ECFA也好 不管是M03 其实这都是老议题 但他抛出来是要考验 民进党接棒的能力 对 就是说你能怎么处理 你要告诉你的人民 你有没有能量 恢复两岸协商 这某种就是抛球 那你能不能接 你有没有办法去跟对岸 真的协商 你们当在野党的时候 骂得很凶 输到脱裤 那我现在是不是连内裤都掉了 所以我不知道现在 这个你知道 那时空背景一花来过去 其实实际上 我们连海峡中线都守不住 你去炒这个M503 简直是你知道吗 这个叫原木求鱼 我就很好奇 请问一下 如果飞机真的靠近了 如果就是这样子 让你觉得受不了了 请问一下你国防部 你今天军方 真的要把他打下来吗 那都说 这个现在是在什么灰色地带 在考验这个大陆 这个台湾 台湾的民进党政府要怎么接招 然后再来看看学者也有话说 像有学者就说 这个更具有威胁性的共击 都已经越过中线了 那大陆现在这样做 今天我们刚刚在谈M503 这是政治宣示 是中共在告诉台湾 我手边工具箱的工具 很多 520之前会有更多对台施压的表态 那好了 那现在工具将入 还有很多的工具 介大使你同意吗 工具一楼框 工具太多了 太多了吗 太多了 那就是说 大陆现在一定是一招一招的出 它不会一次就用完 那当然这中间还要看赖清德 跟萧美琴这一组人 他怎么再来 对于两岸关系做这个论述 如果都是独派的言论的话 那大陆的工具就会出来更多了 那你如果有一些缓和的迹象 你不要去刺激 那你也不要讲台独 等于台独的言论的话 那对两岸关系是有好处的 是 对 不过目前为止 赖清德自从美国两团以后 他好像对于这个两岸关系的发言 现在是比较少吧 可是问题520他总是要讲 对 他现在是在全力准备520的演讲稿 对不对 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美国那些 就是说最危险的美国朋友要来 他到时候他也可能会有讲话的机会 对 而且到目前像这个 像这个中国大陆划设 W12123这个航线事情 他们没有讲话 就是下面的小喽啰在那边发声 在那边叫骂 其实就是说我们纯就国际法来讲的话 这个没有什么中线的问题 你只有在国际上只有两条线 一个就是领空线 领空线就是12海里以上 12海里以上 以内跟你这个海岸线 这个部分是属于你的 领土主权的部分 那很多国家会把进入到他这个领空 领海的这些领空的这些敌 外国级不管是敌不敌 他会直接击落 对那国际法上是没有责任的 可是呢 12海里以外基本上你没有什么权力 只有到再往24海里有一个叫 临街区临街区这个部分只有行政权力 你可以行驶海关 卫生 还有一些这些相关行政的权力 你没有主权 人家进来你的24小里 你不能说你侵入我主权 你侵入我领海了 但美国更厉害啊 美国是说领海之内 水面上 军事潜艇 军事舰艇可以自由使入 行驶无害通过权 对美国的解释更宽了 他军队都可以 军舰都可以进来 那有一天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军舰 要进入我们12海里的话 他也可以说 美国人说的 我照美国人 我行驶航行自由权 对不对 我是实行无害通过 那我们的国防部 从来没有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大陆军事潜艇 军舰有没有进入到我们12海里以内 中国大陆有一次 他公布几张照片 人家用那个 用那个 用那个就是说 那个花莲的那个地标 一对照 然后一算说 已经进入海里 但是有讲吗 国防部不敢讲 那说实话 这个东亚所的教授 王教授 他讲的意思就是说 更严重的人都不管了 这个民航机有什么严重 对不对 军机过中线 如家常便饭 上一次呢 飞弹从脑袋过去 居然就连坑气都不坑气 还怕老百姓知道 对不对 最近日本又公布 这个经济新闻又公布说 大陆已经在四个点 进行常态战备 对 警循了 是 对不对 那国防部为什么不讲来 从来都不讲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影响不大的就在猛叫 影响大他不敢叫 为什么他影响民心士气 对 那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就是说 中国大陆这个只是说 他唯一照两岸过去默契的话 照过去成立的话 两岸会商量着办 对不对 那这次没有 没有 大陆就单方就公布了 那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说 陆尔会还有蔡英文政府就在那边叫 因为他尤为过去的潜力 上一次为什么 上一次马英九的时候 他是跟大陆提出抗议 觉得你话得太近 那所以就后来 还有的商量 关系好的时候可以 现在关系变了 那当然就不用商量了 不是没得商量了 不用商量了 因为跟你是多废唇舌 那大陆现在就很简单 我也同意这个介大使 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考量 对不对 大陆方面怎么做 比较符合他们的这些利益的话 那当然要这样做 民航业者的利益 乘客的利益等等 做优先 那但是呢 现在两岸能不能更多一点的民间交流 或者甚至是观光呢 都说是啊 应该要赶快开放了 结果呢 等了个半天 原知 这个年啊 农历年都要过了 因为马上你看都要过年了 国大办发言人陈兵华 特别回答记者的提问 因为有记者问 台湾方面三月一号可能开放旅行团去大陆 那大陆要不要同步跟进 放宽 陆客来台自由行 结果他说 大家心知肚明 障碍不在大陆一方啊 所以你说 现在我们交通部呢 说三月一号开放组团到大陆去 那问题是 没有那么多的陆客要来 那现在呢 台湾的观光业者 旅游业者 还有消费服务业 大家都在那里苦哈哈 还在那里苦等 结果呢 就是等不到 那就看着一团一团的到大陆去吗 观光对我们来说当然非常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那今年观光局是喊一个目标 他说希望今年来台的观光客 有一千两百万 那这个数字看起来还OK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疫情前 二零一九年 那时候来台的观光客 大概是一千一百八十六万 所以他今年喊出一千两百万 已经等于是疫情前的水准了 看起来目标不错 可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二零一九年那一年 可以接近一千两百万 是因为路客来了两百七十万 所以今年如果说 你对路客限制这么多 路客没有来的话 那你能不能达到一千两百万的目标 我打一个很大问号 我觉得很可能就是在那边空口说白话 而且今年的观光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台湾过去很多日本客 喜欢来台湾嘛 对不对 但今年日本客来台湾 大家观光业的估计是会减少的 为什么 去年就少了 去年就少了嘛 对 然后再来就是他日币贬值嘛 然后日本现在也不太景气 然后他的航空业也有点状况 所以日本客会不会来这么多 不知道 那日本客来这么多不知道 入客又限制这么多 你要达到一千两百万 你是随便讲讲 你可能开空头支票而已嘛 你可能就是说 在那个蔡英文要卸任前 不能给蔡英文太难堪 所以数字不能太难堪 否则的话万一达不到 那你的观光局长是不是要下台 是不是要有人负责 反正他们碰空 反正也是家常便饭 这个大家也听习惯了是不是 对啊 但我这不解 就是说民进党每次真的都用意识形态 在处理这陆客的问题 你看他现在 其实他对于就是开放台湾人去大陆 他也心不甘心不愿 然后开放陆客来台湾 也是心不甘心不愿 所以他有一个两千人的限制 那他现在不是说 他说让我们可以组团去大陆 大概两千人吗 他当初啊 现在是说对啊 每日两千人次就引起争议 每日两千人 这个我当时啊 其实他的政策也是被侯友宜逼出来的 是因为侯友宜那时候 说要开放大陆路客来台嘛 然后陆委会才赶快就是 趁侯友宜公布前 赶快宣布这个开放的政策 可是当时我就问过旅行业者 旅行业者说这根本不可行啊 你这两千人你要怎么管控 台湾有四千家旅行社 都在做这个生意 那你这两千是怎么分配 太少了 对啊 第一个太少了 第二个是谁几个名额 谁决定 是跟民进党关系好的旅行社 多一点名额吗 然后还是怎么样 这名额到时候拿来卖吗 也会衍生出很多弊端啊 然后我觉得最好笑就是 民进党政府呢 他说要对等原则 因为我们只去两千个 所以对岸也只能来两千个 你还有用这种方式去限制 人家来的数字 那你不会多一点哦 你多一点不是对两岸的 这个观光的往来 比较有帮助吗 对啊 所以再这样搞下去的话 就算你要开放了 你把人原额放宽了 这个对岸的朋友 说真的也不一定一定想来了 为什么 因为觉得说 你对我们不太友善 你好像没有那么欢迎我们 你不像这个新马泰 这些东南亚国家 对中国大陆路克门 是积极的开放免签证 所以马来西亚在去年的12月开始 那今年也看到什么呢 新加坡 泰国不都纷纷跟进吗 因此现在大陆呢 就热搜啊 开始去搜 泰国哪里好玩 都想要出团到那边去 或甚至是自由行 所以就看到一团一团的去 所以大陆方面也非常的欢迎 所以王毅也说 中泰两国正式迈入免签 中国富泰游客必然大幅度的增长 这话让泰国方面听得好开心 但现在看看台北灯会 台北灯会要登场了 波基 我们也知道这是一年一度 一年一度 但是怎么 现在两岸关系的气氛 不好的情况之下 原来啊 这个大陆方面 这个对于来参加这件事情 好像也都没有那么热衷积极了 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已经说 按照网力邀上海代表团来参加 陆委会当时说 只要是合余法规都欢迎 但是现在你看到 这一次呢 上海方面决定降级派员 之前是来副主任 现在就派什么 派三个处长来参加 觉得这样也就交代过去了 怎么会这样呢 波基 不过我想这种官方的 到底层级怎么样 我觉得到 这个就是所谓的双层论坛的层级 他们要去谈的啦 因为毕竟台北跟上海 他们是因为有双层论坛 这个平台才会有所谓的互动 为什么台北整年要邀上海的 都有固定一个摊位 即便是柯文哲当市长 都有这样的一个互动模式 所以这个是一个长期合作 那如果因为赖清德当总统 那个上海那边觉得 我们降低层级 避免这个引发这个什么争端啊 或者说不要让民进党政府拿来操作 也许有这样的一个考量 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 因为在去年我特别还去跑了一趟 去看看上海灯区 结果呢是不在主灯区 远远的跑到中校敦化捷运站 然后对于这个陈晓东先生呢 其实态度我觉得也蛮怠慢的 并没有非常的礼遇的感觉 应该说因为大选年啦 你这个就是所有政治人物 碰到这个两岸一席 太敏感了 民进党会操作抗中啦 如果你把它摆好一点 他就说你轻忠 你公民党又轻忠 所以现在很麻烦的就是说 在现在民进党执政 你看连一个这个流亡 海外流亡的人士来到台湾 讲了这个民进党政府不对的事情 都要被限制入境 你看都就是我们现在的 这种管控方式会让对岸的 我觉得官方层级就算了 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 就算未来即便对岸开放他们的 这个人民来到台湾旅游 他们不想来 他们会觉得 就我刚刚讲啊 我来了我动辄得救啊 对 我来这边我会不会 讲两句话 被你们民进党政府抓去约谈 就会不会怎么样 然后动不动就遣返 然后从此你就不可以再来了 所以这种不确定性 就会让很多人 对观光旅游他会有却步 就好比说 好比说比如说这个同样是 台湾跟泰国同样的也是泰国 也是去年底才宣布给台湾 目前有一个免签的这个优惠 它是有一个期限 到今年对半年到今年五月底 可是呢你要知道 结果你知道 这个我们的社会新闻 社会事件里面 就发现有很多诈骗集团 就用利用这个免签 把人带去这个中转到诈骗集团的 那个所谓的泰免边境 那你不得不说 这很聪明啊 就是很会利用这种官方提供的优惠 去做这样的这个这个作奸犯科 但这是台湾的模式 可是中国跟泰国 可能就状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中国大陆跟泰国 你要知道东南亚 我看到非常多中国大陆的游客 都往东南亚 尤其在疫情过后 对 那其实很多东南亚也乐于 去中国大陆旅游 为什么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当然在物价通膨这些状况下 东南亚其实相对来讲是平价的旅游选择 那所以这种叫互利 对 就是我也需要光光赚光光财 那你也需要 那我们就互相 让人民花费这个签证费 全部减下来 我们政府少收一点 但是互相互利的这种事情 是正面的 那关键就在于说 我们台湾要不要赚 我们以前都讲 王国财不是讲说 去年的目标是多少万 多少百万的这个观光客 达标了吗 没有吧 没有吧 六百万嘛 对他不是说有一百万的路客吗 没有吧 所以未来在国会里面 王国财还没下台 他520可能会下台 但是在未来新国会明天开始 一定要把王国财找过去 去年你不是说你的这个 定下的目标是多少万的游客 没有达到你要怎么负责 今年说要一千两百万 那是要怎么达标 我真的很好奇 六百万说人数达成 但是我跟大家说 我自己在机场都有看到 很多是什么 来自于东南亚的 没有错 可是他们很多 他们可以拿补贴 他们可以来拿这个 算是我们纳税人的钱 给他们的旅游补贴 旅游金贴 台湾那个外国的路径 台湾他们可以按一个 那个就可以有抽那个旅游金 对 就是这样 好方便啊 但是这个是这样换取而来的 可是呢 现在看 好吧 那我们就来看看 到底你要怎么达标 这个民进党政府 不过请教一下 这个介大使 现在邱毅仁 他是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的 前任会长 他硬要座谈的时候呢 他现在讲的这一番话 他说什么 他说民进党不承认 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 但大陆把它当作 对话的先决条件嘛 所以未来赖政府 要跟大陆对话 恐怕是很困难的 现在跟大陆交流 或许能采取民间团体接触 等非政府部门交流的方式 他讲了一句大实话 那就对啊 明白的就是你民进党政府 就算赖清德上任 不要九二共识的话 就没有对话 可是民间团体的接触 能够有什么效果 有可能吗 因为我真的蛮担心的 会不会又是要被查水表 又要被约谈 杰大使 对啊 他全民间团体 就是偏绿的民间团体吧 是他们的负水组织吧 他想的意思 他这样说 大概也要找几个绿 就是说这个手套单位 去跟中国大陆进行沟通 现在我觉得 不过这个问题 关键就是中国大陆 要不要跟他们这些台独 台独分子接触 因为大陆定调 赖清德他们就是台独 台独不要说接触 台独跟和平都水火不容 还有什么好接触的 所以我觉得邱逸美人 这是一厢情愿的 那过去也有白手套单位 你们说海基会海协会 不是照样停摆吗 是啊 对不对 你派谁做那个董事长 做秘书长都没用 通通停摆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那个原则性是很强的 你不接受九二共识 对不对 你就是 就是没有完成答题 对 答题没有通过的话 就是维持 过去蔡英文那样子的八年 对不对 可是问题现在中国大陆 对于赖清德的定调 比对赖 比对蔡英文严苛的多了 对 你还想要赖清 蔡英文的方式 还维持两岸 这个局面就很困难了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艺生俊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艺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艺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艺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艺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